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如报月楼上那些人曾经说过的一样 京都已经太平了一年 最大的原因自然是因为范贤被放逐到了江南整整一年 而随着范贤的返京 平静的京都再也无法保持表面上的平静 一方面是他这个人恰好堵在诸班势力的对冲点上 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做事的风格和所谓师仙面貌完全不似 甚至比这庆国里边大部分权贵的风格都要力痕太多 山谷里的居杀 京都夜里的刺杀 某些人悄无声息的死亡 某些官员大受屈辱的入狱 一桩一桩 让京都权贵们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范贤的力量和决心 让他们想明白了 小范大人在江南春光明媚地养了一年 并没有让他的心性变得温柔太多 范贤回京 震惊之事接连发生 最近一桩事情 便是北齐朝廷舔着脸凑江过来 很无耻地表示了对范贤的爱意 异常恶心地批评南清朝廷 没有把小范大人的安全保护好 满京皆荒唐 皆愤怒 换成另一种表达来说呢 就是庆国内政 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些北齐的俘虏来滋生了 可是北齐人就是滋了声 还滋得格外大声 范贤一下子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虽说聪明的人们并不相信 他与北齐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结 因为北齐的这些手段太幼稚 可是庆国的权贵百姓们 心头还是有些不舒服 相当的不舒服 投往范府的眼光有些复杂 这件事情的风波还没有平息 只不过是两日之后的大年初一 整个京都又因为某一件事 和范府有关的事情 变得惶恐了起来 天上根本一丝亮光都没有 范贤坐在马车上 揉着有些发色的双眼 心里想着 祭祖啊 用得着这么偷偷摸摸 昨天是除夕 一家子人打了通宵麻将 范思哲和林婉儿 瓜分了全家人的财产之后 排居方中 可是一家人就马上上了马车 出府而去 一路上都有范氏大族 别房里的马车 汇到了一处 虽然各房里边都平静着 可是这么长的车队 阵势确实显得有些大 范贤心里有些隐隐的 兴奋和紧张 他是头一次祭祖 所以不清楚 祭祖应该在五更 因为去年范府祭祖的时候 自己和婉儿是待在园中 隐约记得应该是下午才对 他看了一眼身边 这个沉沉睡着的思哲 忍不住笑着摇了摇头 在自己的马车上 想来庆国没有哪个衙门 敢不长眼来搜索思哲 这个亲犯吧 想到今天终于可以入祠堂了 他的笑容一直浮现在脸上 无法退去 他也不清楚 父亲入宫是怎样和皇帝谈判的 但到了最后 很明显 那位皇帝老子无奈点了头 太后也保持了沉默 说来也是啊 既然你皇室不能给自己一个名分 难道还想让自己一辈子 都没个靠得住的姓氏吗 范贤冷笑着 其实他能猜到父亲与皇帝谈判的结局 皇帝封自己淡薄公 在他看来呢 已经给足了交代 而且眼下的局势 皇帝也确实需要范贤明确一下身份 免得把自己的这个几个儿子 增加产的买卖搞得更加复杂 监察院的销权是远远不够的 范贤要想一直在权臣的路上走下去 首要的便是把自己从皇子们的队伍里边 抢先把自己给摘出来 车队不知道行了多久 又在城门处等了一会儿 等城门俯开 便在兵士们舒适无睹的目光里边 驶了出去 沿着官道一路向西 终于进入了范贤曾经来过的那个田庄 范式的祖业 三十几辆马车一列停在了宗族祠堂外面厂坝上 早有田庄里的人们前来迎接着 年年如此都已经做成了熟练工种 提供给女眷们暂坐的竹棚早已搭了起来 柳氏 婉儿 丝丝 还有其他几房里的长辈妇人都被接到了院子里歇息 如今的范族族长 户部尚书范健站在宗族祠堂的台阶下 身上穿着三色交杂的正服 平静看着眼前的一切 然而心里却涌起了一股温暖和快意的感觉 自己替陛下养了个儿子 终于养成了自己的儿子 这算不算是人生当中最成功的一日 范族各房里的头面人物都已经下了马车 依着辈分站在祠堂之外 他们拿眼偷望着守卫的族长 各自心里边有着复杂的情绪 想三十年前范族就已经是京中大族之一 而范健这一房呢 只是偏房若门 如果不是除了那一位老祖宗 暴大了如今的皇帝和晋王 范健今时今日又如何能成为族长呢 只是范健成为族长之后 对族中的人员约束极严 本身的官也越做越大 族中无人敢不服 更何况如今范府里又多了未叫范贤的人 各自分放了祭祖所需的长福 宁香点了起来 祭物已经准备好了 尝试祠堂宗庙里的那位僧侣 恭敬地铺开一排沾毯 缓缓将祠堂的大门拉开 支的一声 黑幕所作的大门拉开 内里一阵寒风涌出 似乎是范氏的祖先们 正冷漠地注视着后代 范族上摆男丁低手排列 此时众人身后的一辆马车 打开了车门 穿着一身不衣的范贤 沉稳地走下车来 顺着石阶下父亲的手势 缓缓在两队男丁中间往前行去 祠堂前的气氛本来是一片肃木 那些范族的男丁们 大气都不敢嘶一声 唯恐惊动了祖先们的先灵 然而 当他们看到马车上走下来的 那个男子时 依然忍不住 等大了惊恐意外的双眼 张大了嘴 发出了无数声的惊叹 而排在最后方 那些约莫十几岁的少年狼们 看见范贤之后更是吓得不轻 这是当年在抱月楼外 被范贤砸断了腿 在范府中被柳氏打烂屁股的 可怜小霸王吗 范贤也来祭祖 这些范族的小霸王们 吓得双腿直斗 范贤平稳地往前走着 渐渐要接近祠堂的石阶 然后看见石阶下 父亲似乎正在与几位老者 低声争执着什么 那几位老者 范贤平宿里也是见过的 知道是范族里边 德高望重的长辈 有一位自己似乎应该叫伯爷 那位范族里辈分最高的伯爷 满脸忧色 对范贤轻声说道 以德呀 此举不妥呀 范贤微笑着说道 二伯有什么不妥呀 那位伯爷眼中满是惊恐 压低声音说道 这孩子 这孩子 他忽然住嘴不提 难道要他当着组长的面 说这个 你儿子又不是你亲生的 可他依然惊恐啊 身前身后的那些范族长辈们 也惊恐不定 他们都没有想到 今年祭族搞出这么大的阵仗来 完全是因为府上 悄悄把范贤带来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众人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 崔不敢当着范尚书的面明说 可是都隐约表示了自己的担心 只是声音不敢太大 怕惊动了祠堂里的祖先们 众人心头不服啊 心想 又不是我们范家的子孙 凭什么来祭祖啊 而他们更害怕的是 这范贤是龙子龙孙 今儿归了范家 太后和陛下会不会不高兴啊 然而范贤没有给这些长辈们 开辩论会的机会 已经走到了父亲的身前 先是给诸位长辈 积恭敬的行了礼 然后便站到了父亲的身边 范贤微笑着 指了指队列中的某一个位置 说道 你的位置在那里 范族长不听 没有人再敢表示反对 因为范族里的这些长辈们 其实更害怕范贤身上 所带的那种味道 祖有功 宗有德 万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 祠堂内外 白烟缭绕绕 器物上尘 男鼎们依次叩拜 在一声起伏 一声落的吟唱里边 范氏宗祖的祭祖 平稳地进行着 只是人们总是忍不住 会偷偷看范贤几眼 范贤已经在祠堂里跪过 拜过 磕过 此时又站到了一旁 看着漫天的纸花 远处山头上的积雪 有些发呆 他知道自己的名字 终于可以记录在范氏的族谱上 一时间内心深处 多了一抹光亮的颜色 范斯折在马车上 对着祠堂所在的方向磕头 他不方便下车 范贤站在马车旁 忍不住叹了口气 心想自己重生一世 在北齐西山的山洞里边 在垂死萧恩的面前 认可了自己 对这个世界的归属 而今日在范氏的祠堂前 终于再次确认了 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归属 自己的生命 终于打上了 挥之不去的烙印 与这个世界 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再也分不开了 晨光早智 田庄里的白雾 与祠堂里的烟雾 混作一块 再也分不开了 当范贤站在 范族祠堂外的马车旁 未探时 几乎在同一瞬间 跨越半个庆国的疆土 江南苏州城外 那座天下最大的庄园之一里边 那个羞气得比范族祠堂 还要高大威严的祠堂外 夏七妃跪在祖宗的牌位前 无声哭泣 不 应该说是 如今的 范家七少爷 明清城 在祖宗们的牌位前颤抖着 让泪水冲洗着自己的脸 范家当代家主 明清达 用一种很复杂的眼神 望着左下方哭泣的明清城 自己自幼离家出走的七弟 明蓝石站在四叔的下列 看着这位从来没有机会 进入祠堂祭祖的七叔 脸上保持着平静 内心深处 却是充满了挫败感 四叔早在半年前 就被苏州府放了出来 从那以后 他就开始与夏七妃绑在了一起 处处与明家作对 毫无疑问 那次未遂的暗杀事件 让这位明子爷 对于明家家主 已经死了心 如今明家的情况很困难 用来流通的银两太少 只好向外伸手 虽说如今招商钱庄 提供了极大的这个帮助 可是如果行东路和海上的生意 没有太大的好转 再继续借银子 这就会有太大的问题 而且家族内部 如今又多了另一个势力 姨奶奶的儿子们 自然是站在了明四爷的身边 讲到此节 明兰时便很痛恨 远在京都的那位钦差大人 如今的这个局势 都是内人一手造就的 包括夏季飞 今日入祠堂祭祖 认祖归宗也是当年达成协议里的一环 明兰师不清楚父亲为什么会答应 范贤这个要求 夏季飞抹去脸上的泪痕 跪在地上 对着列祖列宗的牌位 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 轻声说道 父亲 母亲 那个老妖婆已经死了 儿子终于回来了 他自幼被明家赶出家门 无数次死里逃生 哪怕后来成为江南水寨的统领 也只是想着有一日能够凭借血火武力复仇 但他自己却只能成为一个孤魂野鬼 从来没奢望自己居然可以光明正大的重返明家 如今的他呀 已经不只是江南水寨的统领 更是不为人知的监察院四处驻江南路监司 他已经是夏明济的大东家 负责内库货物行北齐路的行销 而此时他又获得了明家七少爷的身份 将来明家庞大的家产总有他的一份 甚至有可能全部是他的 当然 下期飞心里明白 就算日后明家成了自己的 可自己的也就是小范大人 自己眼下所获得的一切 都是小范大人双手赠予 下期飞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也是一个知道分寸 并没有太大野心的人 只要能复仇 能回到明家 那一切都好 早已经没有了当年狠劲的明四爷上前 将他扶了起来 安慰说道 七弟啊 只要回来了就好 谢谢四哥 下期飞站起身来 对着明家家主震了震 悬起笑了笑 说道 大哥 那我先出去了 明清达 明清达 明清达微微一笑 走进了几步 凑在他耳边 用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 轻声说道 七弟啊 时日还长 今天呢 就不留你用饭了 这是范贤离开江南之前 强力逼明清达所应证下来的事情 今日他既然已经做到了 对明老七 自然没有太多好脸色 夏七飞冷笑一声 知道明清达话语里边引着的意思 江南明家 现如今已经分成了两片 而至于将来谁值牛手 终究还是要看京都里 公里 斗争的输赢 明清达这一年里边啊 一直隐忍 用尽一切手段 拖延着范贤铁血手段 为的就是争取时间 等待京都里的反扑 而他相信 已经不用再忍太久了 可惜夏七飞的想法 与明清达恰好相反 他也在等 他等着小范大人 全盘胜利的那一天 他从来不相信 小范大人会失败 走出明世祠堂的大门 夏七飞看了一眼 园子里面色各异的 族中子弟们 脸上流露出一丝自嘲的笑容 想来这些族中子弟呀 没有几个人真把自己当七爷看吧 明四爷一直跟在他的身边 轻声说道 虽说我们这边已经有三个人了 可他毕竟是家主啊 有些事情是瞒不过他的 生意上我们不要管 夏七飞的眼角残留着泪痕 他平静说道 园子里的护卫 能参多少人 就参多少人 我会派人盯着 如果大事定后 他还想苟延残喘 就不要怪我们下重手 明四爷吃了一惊 皱眉说道 可不要胡来呀 全江南都盯着明园呢 就算是小藩大人也不敢做这等事情啊 夏七飞正了正 没有再说什么 向明园外走去 园外马车旁 断了一臂的苏武妹正等着他 他看着夏七飞脸上残留的痕迹 知道他今日定然受了极大的情感激荡 强牙激动说道 恭喜大当家 嗯 夏七飞笑了笑 恭喜表哥 苏武妹温和笑道 恭喜明七爷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 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